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 舉行創校90週年畢業典禮 這也是第一次沒有正式校長 代理校長郭大維教授 准校長管中敏仁事案 遲遲沒有結果 典禮只能由代理校長郭大維主持 給畢業生的致詞 不忘再對把管的教育部開炮 台灣大學陷入巨大的危機 台灣的高等教育出了問題 雖然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聲明指出 政府不應干預 這個臨選的結果 私立大學院校協會的聲明 更明確指出 正面槓上教育部 台下學生爆出熱烈掌聲 3月5月的兩次校務會議決議 得不到政府的尊重 台灣大學生性大學自治的重要 我們會繼續堅持民主法治 教育政治分離的重要 再次對教育部喊話 儘快依法發聘管中敏 不過教育部堅持 臨選程序有瑕疵 發函台大 要求重啟程序 台大已經提出訴願 也不排除提示縣 迎戰教育部 雖然沒有正式校長 典禮還是順利進行 台大堅持 校園自主 教育部也不退讓 把管爭議 短時間內難落幕 對應屆畢業生而言 也是一輩子難忘的回憶 懷孕新聞林季祥 張哲豪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